香港法治的普通法制度 獲得《基本法》的支持和保障 一國兩制給了香港最佳的制度保障 一國兩制是錢務古人的偉大創舉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基礎 一國是根 是兩制的前提 我們必須維護我們的憲法、基本法 共同構建的特區憲制基礎和秩序 香港是一個擁有深厚法治傳統的城市 法治早已融入香港社會的各方面 為各行各業蓬勃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屆特區政府一項重要的工作 就是加強有關憲法、基本法 以及香港國安法的公眾宣傳和教育 當今國際經濟和政治格局複雜多變 世界各國對於關乎國家安全的威脅 都會隔外留神 我們國家亦不例外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香港特別行政區 自然要肩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 這更是一份重要的使命 因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正正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 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 特區政府將繼續透過官員和不同界別的領袖 到外地訪問、宣傳、聯繫 以及在香港舉辦國際盛事和會議等的不同形式 向國際社會說好香港的真實故事 展示香港得天獨厚的優勢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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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